读过《地藏经》吧 《地藏经》 释迦摩尼佛亲自跟地藏菩萨说的 我并不是光是佛神祝事 不是献个佛神祝事件 我什么心都献 大家看《地藏菩萨》第二篇 释迦摩尼佛跟地藏菩萨说 我在这个世界上献的 无量神度众生 现在释迦摩尼佛并非入灭 你从这样来理解 十大愿望的第一愿 要敬佛 要礼佛 这一大愿叫礼敬祝佛 那就是说 我们老师 同学 道友 乃至于过去的 然后每个人出家都有师父 有师祖 有师公 说你那个庙上的历代老和尚 包括 所以你惯想祝佛 脑子印象没有 当你磕一个头 你惯想所有现在世界上的 就是你这个庙 这个庙上一代一代的和尚 都包括在内 现在祝师的祝福 我们知道的 阿弥陀佛 要死佛 南方不动出来 都在祝师啊 当你一礼下去 这十方些祝福 都在你一礼当中 如果我们刻一个头 你一尊佛 就是一尊佛 计算你的功德 你理着十尊佛 计算十尊佛的功德 那你这一个头刻下去 进微尘 微尘有好多 你理着有好多佛 那这个佛的功德 怎么来给你计算 相当的大 但是 我们顶礼佛的时候 我犯了很多的过 不但功德 没得到过出不少 什么原因 磕头的时候 没有恭敬心 不是恭恭敬敬的 求忏悔 不是这么一个心情 随便的磕 我们看到金面烧香的 他也磕 那他心里想什么 不是身体 而是心里 因为什么我们要礼佛 因为我们求救动 所以我们能够生待 这个时代 有佛法可闻 就是感佛能 报佛能 所以我们给他顶礼 又者 佛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都是佛的学生 我们这个世界的老师 就是释迦摩尼佛 所以礼佛 我们要去分析 应该怎么样礼 有十种 我们分析 第一种是 哪卖的 慢者呢 心里不恭敬 没有支撑恳切心 只是以赛身为主 为主 挂着头去磕 随着赛身去磕 心里不惯想 特别是我们现在 每个寺庙 大家都看见拜殿吧 上大便是都有拜殿 拜殿有的 那个拜殿很高 拜殿很高 我们释迦法师 跟徐老和尚说 拜佛都拜价子 印度磕头是五体投地 全身磕下去 不是摆个凳 凳上还挑个垫子 摆个架子 那叫摆架子 这是哪卖 这不是礼佛 我说 五体不投地 五体不投地 清心慢心 来礼佛 这叫哪卖礼 第二个呢 唱和礼 唱和礼 这个嘛 拜殿啊 干啥的 但是没有拜殿 比较好的 拜殿时候不拜殿 但是身体不庄严 一念不恭敬 我看你们北方 最好的寺庙 拜佛 就唱啊 维诺斯一唱 保腰一脉 拜千佛唱 一天拜一千 一点一下 一点一下 念个佛名字 一点 不但脑壳没着地 身体都没磕下去 几乎磕下去了 心不在 大爷 唱得很好听 唱得很好听 叫唱和礼 一唱一和 跟俄曼礼 唱和礼 这两种是最不好的 有的时候 恭敬心 恭恭敬敬科学训 无体投地 心里惯想 惯想什么呢 咱们礼佛有个记者 能礼所礼性空记 就换句句诵 感应道教难思义 就是我的心 感应佛的加持 我这样来礼 感应道教难思义 我此道场入境中 我这个道场啊 就是佛的清净道场 一心归命 顶命令 我这全心全意的归命令 这是好的了 这个礼啊 什么 以华言分成五教 小石中顿源 这个叫小教礼 不是大成礼 小教礼 今天讲个三礼 明天再接着讲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节 耶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旗舰护国祈福法会 恭送大吉大乘地藏十轮经 即小龙山 恭请常驻法师 及法务僧众领众 日期4月25日星期四 至4月27日星期六 每日上午8点半至下午5点 恭送十轮经四平 4月27日下午2点 小龙山 法会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 254号86-14 恰讯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传授八观摘戒 恭请慧姓法师祖法 日期4月28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半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现场备有免费消灾与超建牌位 敬请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 共募福恩 近年来在农业部农粮署的大力推广之下 为鼓励民众日常使用花柜的习惯以及提升国产花柜的内销需求 积极地结合了各式宗教信仰活动 此次花香祈福系列活动 即佛陀圣诞玉佛祈福 佛陀圣诞奇花斗 花开建佛地良缘 由指导单位 农业部农粮署 中国佛教会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主办单位 社团法人大高雄市 供佛摘生功德会 社团法人中华盆花发展协会 台湾兰花育种者协会 台湾火荷花产业发展协会 高雄市道教会 碧瑞产寺 承办单位 大高雄佛教会 高雄市美加花艺设计协会等 多个团体携手合作共同主办 于今年度推出花香祈福系列活动 首场次将国产华会与佛教育佛节盛大结合 并举办记者会 现场各界贤达欢喜丽临奇聚之外 更让与会嘉宾亲手制作花斗共佛 我们花艺团体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花卉 透过我们花艺老师 将我们坦多台湾国产的花卉 来创造 向花斗回到 或是说花柱 这样一个花卉的 这样子的一个贡品 那希望让我们的信众 在祭拜的祈福的时候 能有多一项共评的 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我们要照顾佛法会 要来生福心 要来生福心 要来生到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 内心的无名烦恼 让我们的幸福 可以清醒 我们看到现场这么多 这么漂亮 这么有结束的费率 因为我们无行中 我们大家的烦恼 可以减着很多 就能生出的花卉心 每一五月 要来四人 来嫁付一千块 这一千块要做什么 就是要减粉他们的费率 你们来准备 让我们赐钱给你们 用一个 这样可以说要减粉 就用费率花朵 用这样的 是不是可以 把我们这个 农养署这个花卉市场 能打得更开 因为国产花这几年 真的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也鼓励信众 就是说尽量 我们买了这个鲜花 或是我们的盆花 回去我们怎么样的心态 看它的成长 看它的过程 所以他们都很容易接受 我想说 我们就可以推广 本次邀请全台湾的花艺师 以六大主题来进行花斗的设计 总计现场将有36组的作品展 这些主题花斗都可为各宫庙佛寺的专属贡品 无论是在宗教文化及前瞻一体上都具有其重要的意义 斗是道教专门为人祈求延长寿命 身体健康 消除灾恶的科疑 花斗便是结合花卉 花艺及宗教庆典科疑 所打造的祈福贡品 争着以花卉来与神佛缔结美丽的缘分 活动安排两天 结缘花斗DIY课程 以及现场有陈列可供信众 现任捐的各式结缘花斗 让民众可亲自用花斗祝愿植福 共同庆祝佛佛诞成 也是本次御佛法会特别的亮点 花香祈福系列活动 首度与佛教碧瑞禅寺相互结合 御佛大典上高僧云集 四众弟子共同诵经祈福 与敬绝合唱团来的表演 由大高雄佛教会理事长 布豪法师 首先为活动代表致词 我们身为佛弟子 当然我们所表现出来的 一定是特别的不一样 要让众生感到欢喜 要让众生 启发众生也能够一起来 亲近佛法 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法会上 恭请新贸法师 宣读前副总统 吴敦义和电 余会大法师与政府代表们 亲临会场致词 因为有佛的佛法 才能够一致的传良 也因为有三宝 因为有道场 才能够使佛法不断 能够一代 皆一代的传承 我们《华言经》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 诺人亦了之 三世一切佛 应观法界信 一切唯心照 我们从这一句话当中里面 可以了解到 是心做佛 是心做众生 是你的心做你自己 有这个义佛法会 会提醒我们很多 至时在法会的时候 我们都很高兴 有一个善句 有一个能够听到法师 来开示 有听到这么多的十方善事 大家有一股信心 这是人间的幸福啊 大众佛教会 大众佛教会 特别不一样 就是每一道都会 想在不一样的地方 像今天在我们 撇水三世 除了我们的佛教会 所有信仲特别以外 还有我们这里所有的 民間信用 还是我们的独家 我们这里的游供庙做回来 在大众共同点灯祈愿 许下为国家 为社会 为家人的祝祷 并透过预佛洗涤 自心的烦恼 生命电视高雄采访报道 海啸中的奇迹 小女孩艾维 非常喜欢小动物 尤其是小狗 她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有一只 属于自己的宠物狗 妈妈 你知道吗 我同学布莱恩 他们家又多了一个新成员呢 是吗 布莱恩有小弟弟了 不是的 那就是有了个小妹妹 不对不对 布莱恩的妈妈 领养了一只小狗 那小狗真的好可爱哦 妈妈 我们也能领养一只小狗吗 不行 艾薇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家里不能养狗的 为什么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弟弟太小了 如果家里养狗的话 很可能会让它过敏生病的 你也不希望杰瑞生病 对吧 嗯 好吧 为了自己弟弟的健康 艾薇只能把养一只狗的心愿 藏在心底 直到下了一场大雪的那天 哎呀 昨晚下了一场好大的雪啊 太棒了 太棒了 妈妈 我们出去堆雪人好不好 外面太冷了 而且我还要在家里面照顾杰瑞 妈妈 你看杰瑞还没睡醒呢 你就陪我堆个雪人吧 很快就能堆好的 好吧 不过说好了就玩一会儿 好 我玩一下就好 就在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母女二人惊讶地发现 门口蜷缩着一只小狗 它正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并发出微弱的叫声 看上去身体非常虚弱 哎呀 哪来的狗啊 妈妈 你看它受伤了 母亲听后定睛一看 果然那只小狗一只腿上的伤口 正往外渗着血珠 它顿时心生怜悯 可怜的小家伙 它这个样子会冻死的 我不想要它死掉 妈妈 我们救救它吧 母亲看了一眼那只小狗 此时 小狗也睁着眼睛 直直地看着它 应发出呜呜的叫声 像是在求助一般 母亲叹了口气 然后弯腰抱起了那只小狗 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 好吧 我们就帮帮你吧 妈妈 你看 小狗最谢谢你呢 就这样 艾维家里也添了一位新成员 小狗布鲁 布鲁 多吃点 吃饱了 你的伤才会好起来的 艾维 我们可是说好的 等布鲁的腿伤好了以后 就将它送人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哦 好吧 布鲁 我跟你说 你的伤慢慢的好就可以了 在艾维的悉心照料下 小狗布鲁 腿上的伤 渐渐好转起来 这让艾维既高兴又担心 因为她答应过妈妈 只要小狗的伤痊愈了 就得将它送人 艾维 你发现没有 布鲁的腿伤已经好了 没有啊 她还需要再休养一段时间呢 艾维 我们约定好的 只要她的伤好了 我们就得将她送走 艾维听后 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突然 客厅里传来了布鲁急促的叫声 母女二人一愣 接着又传来了杰瑞的哭声 哎呀 发生什么事了 说着 她急忙从卧室冲了出去 艾维紧跟其后 当他俩来到客厅后 却发现小狗布鲁 正朝着婴儿床 汪汪大叫着 并做出一副 要扑过去的样子 而婴儿床里 杰瑞正大声地哭着 布鲁 你要干什么 说着 母亲急忙朝婴儿床 跑了过去 当她跑到婴儿床边时 突然愣住了 只见一只大蜘蛛 正顺着床脚 朝床上爬去 哎呀 蜘蛛 妈妈 布鲁是在保护杰瑞 她发现了那只蜘蛛 是啊 如果不是布鲁 姐瑞被蜘蛛咬到 可就麻烦了 母亲赶走了那只大蜘蛛 而立了大功的小狗布鲁 也因此正式成为了这个家里的一员 转眼间 三年过去了 来 布鲁 握手 姐姐 你真行 布鲁竟然会听你的话 当然了 布鲁可是我救回来的 对了 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他还救过你一次呢 布鲁救我 真的吗 真的 不信你可以问问妈妈 我的宝贝 这个周末想不想去海边玩啊 去海边 好啊 太好了 哇 可以玩沙子了 万岁 妈妈 我们可以带着布鲁一起去海边吗 当然了 我们总不能将他独自留在家里啊 布鲁 你听到了吗 你要和我们一起去海边玩了 海边晴空万里 阳光明媚 众多游客在惬意地享受着阳光 沙滩和海浪 母亲惬意地坐在太阳伞下 看着正在堆沙子的两个孩子 而布鲁则摇着尾巴 围着他俩转来转去 不时地还用鼻子凑到沙子那里闻一闻 布鲁 你小心一点 可别把我们堆的城堡给弄坏了 艾维话刚说完 布鲁却突然警觉地朝大海看去 接着他像是觉察到了什么 急忙朝着艾维和杰瑞 汪汪大叫了起来 好啦布鲁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呢 你怎么就生气了 布鲁这是在做什么 他看起来很反常啊 就在这时候 海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 海滩上的人纷纷抬头寻声望去 只见远处的海平面上涌起了巨浪 海啸 是海啸来了 快跑啊 海啸来了 孩子们 快跑 快离开那里 母亲抱着杰瑞 朝最近的小山坡疯狂逃命 他原本以为艾维一定会跟着他一块逃命 可快到山顶时 他回过头却不见了艾维的身影 艾维 艾维呢 请问 你们有看到我女儿吗 她叫艾维 十岁了 那么多人 我没注意啊 艾维 你在哪 你在哪里啊 母亲朝着自己刚才跑来的地方 拼命地呼喊 但巨浪的呼啸声 让她的喊声变得那么微弱 不行 我得回去找我女儿 你不要命了吗 现在下山只有死路一条 你不为自己着想 也得为你抱着的孩子着想啊 是啊 你看 整个海滩已经被淹没了 你如果离开这里 不但救不了你的女儿 恐怕连你儿子也得搭进去 那怎么办 艾维 你在哪里啊 先别灰心 说不定你的女儿 也已经跑到高处躲起来了呢 然而 海啸来临时 艾维并没有跑到高处 而是让逃难的人群 将她和母亲冲散了 艾维朝海边一间 公游客更换永衣的 简易小屋跑去 她毕竟才十岁 当看到滔天的大浪袭来 她认为只有屋子里 才是最安全的 妈妈 妈妈 你在哪啊 布鲁 是布鲁的声音 布鲁 你也吓坏了吧 真的好可怕 我们得赶快躲起来 然而 布鲁却突然张开嘴 一下子死死地咬住 艾维的一脚 往外拉 布鲁 你这是干什么 快松开我 快松开我 布鲁不顾惊慌失措的 艾维的挣扎 她强行将其拖出了简易小屋 然后用两只前脚和头 紧紧地抵着艾维的后背 拼命地往山顶推着 布鲁 你要干什么 不要推我 布鲁不顾一切地 推着艾维往山上走 当他们到达山坡时 海浪一下子将海边那洞 简易的小屋冲垮 天啊 小屋被冲走了 布鲁 是你救了我啊 布鲁 我明白了 山上才是安全的 谢谢你 真是太感谢你了 海维 妈妈对不起你 我应该拉着你一起逃命才对 妈妈对不起你 你看 那里有个小女孩 在她身后还有一只狗 她是不是你的女儿 母亲听后急忙擦了擦眼泪看去 只见艾维正朝山顶跑来 是姐姐 那是我姐姐 艾维 妈妈在这里 妈妈 妈妈 艾维跑到母亲身边 然后一下子将她紧紧抱住 这时候布鲁才松了一口气 在她们身边高兴地摇着尾巴 善恶其实就在一面之间 不经意的一次善举往往就会种下善果 如果当初艾维没有收留小狗布鲁 布鲁又怎么能成为她的救命恩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送给蛋糕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